村长 粉丝朋友们说 这个树太高了 放在家里面 有点不合适了 有什么办法 可以把它解决的吗 可以啊 你拿把刀来 把它剁掉不就可以了吗 但是要懂的方法 来 我来告诉你们怎么剁 背哦 你看这里有很多牙口的 就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你想在哪一截 让它冒牙的 你就在那个牙口一公分 这里剁掉就可以了 走 我找一棵教你怎么切 我们就找到这棵 大概在三个牙口 这里有一圈牙口 然后牙口上去一公分 我们就剁 这样到时候它开出来的 有牙口就像一把伞一样 表就在这里剁 我剁了到时候不长牙 你不怪我呢 我怪你干嘛 肯定长牙的 一般十天左右就可以了 放在这种 闷肉这种地方 通风就可以了 这个牙口剧掉了 就把水连套 那这个要多久才会冒牙呢 大概十天左右 到时候我们再过来看 已经打好标记了 一棵多两棵 我再做一个盆景 把这个牙口削一下 等一下放水泡 这里面放有生根粉的 我们就放在这里泡 走了 村长 真的长牙了 这个也长牙了 拿过来录一下 等一下别人说不相信 这个水泡的就长得比较快 你看这个接口都吻合的 所以说朋友们不用担心 割了它一样会长的 如果说你家里面的 你显得太高了 就把它割掉一段 这个还可以做盆景 这里过几天它就会长得很漂亮了 朋友们如果大家喜欢绿枝的 关注我们啊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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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